直球進來 彭楚瑜先生最後是判定三陣出局 最後是用變化球三陣掉的高骨盔 又是一個變化球 哇!最後是倒K 三陣出局 會有點想要做晉升的感覺 這一次李宗賢在最後一個彈跳沒有掌握好 蘿果龍最後還是把球打給了柯柯 那你這顆球的手臂上來一定會記失誤 唐兆婷把球擠到了中間方向來看一下 最後是在10號尾的前方落定 接著安打要送回二壘上的蘿果龍 一壘上的跑者這個時候停留在三壘 唐兆婷今天先發上陣了 馬上就有好的表現 要三壞 還是保送 真的要在蠻雷的情況面對到目前聯盟的打擊王 這一棒推到了左半邊方向 是一隻安打出現了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沒有問題 哇!高國輝這時候傳球的時候跌倒了 壘上的兩名跑者都回來 紅石隊把分數拉開到了3比0 這次打到了左半邊 沒有問題喔 是敲出了安打 今天高國輝真的很忙喔 極客的回傳是阻止陳庸基往二壘來推進 真的跑了 這一次道壘成功 我們要恭喜陳庸基 生涯的百道出現了 他也成為了中華之邦史上第八位 千安百紅百道的球員 真的要恭喜陳庸基喔 哇!羅古龍這次打給了弟弟這一棒 有沒有機會是本季的第一次安打 就是HORMROUND 哇!羅古龍本季手安帶了兩分打點 哇!哥哥只能看著球 飛出去而已 轉身的速度真的很快 才讓他的棒能夠很快地趕到最好的擊球 等下做擊球 僅僅被蔣志賢操出一支一拉安打 因為撞子其實還蠻不錯的 哇!這一次高國輝有跳的老高 沒有辦法把球給攔下來 張靜德中段的連續八個打出沒有安打 這顆球真的很厲害 二壘放上了滾地球 陳庸基第一時間先擋了一下 往一壘來送 一壘追邊是奧董 蔣志賢第一球進攻 今天都打第一球 又來看看二壘上的張靜德 這個時候是要往本來來推進 這個時候全攻的回來 阿德是拚了老命 這個空子應該是滑破了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痛到沒有辦法 可能連走路都是一個問題 哇!這一次李宗賢敲出了安打 連續九場比賽有安打的表現 這也是他本賽季的第一百隻安打 投手能夠投場一點 哇!張靜德這一棒咬到了在中間方向 羅國龍還在推還在推 最後打在了牆上 沒有辦法接到一壘上的李宗賢 這個時候快馬加鞭 要往本來來推進 張靜德這一支二壘安打 幫助富邦和將在八足下半 再度進到的分數 2比5 3分的落後 篷圍又打到了中間方向 找到了羅國龍 這一次 喔唷!這次球打在了手套上 沒有辦法接到 二壘上的張靜德華爾得分 沒有問題 哇!羅國龍醜一阿 球已經碰到了手套 結果 才能出來 應該說他應該有 因為我們很常看到 比如說美國之幫大臉 我們現在看到場上 唐兆婷最棒帶到中間方向 雙皓尾還在推 還在推還在推 還在推 差一點是個美技 打在了全打牆上 唐兆婷本場比賽的謀打賞 第三隻的安打 是一隻 三壘安打 TRIPLE 就是這個 因為不是他在跑 他總是希望選手可以 跑快一點 牛樂這一棒推到了右半邊 這個位置 這個距離 應該是沒有問題 三壘上的唐兆婷 要回來得分 同一支隊在本場比賽的 第六分入袋 現在是6比3